男子這一棟大樓 地下室汽車隔旁邊 停滿整排機車 但仔細看地上並沒有畫格子 整塊空地被停得滿滿滿 讓駕駛快要崩潰 因為每次要開車 駕駛座車門都被卡住 多次跟管委會反映 得不到改善氣到報警 大樓地下室機械車隔內車輛 應有機車停放駕駛座難以出入 遠景電話聯繫機車車主移車 車主氣得上網發文 控訴其他住戶 長期強震地下室在公共走到停機車 導致他停車車門都打不開 跟車主或主委保全溝通無效 擺三角追還會被偷走 他每天得自行移車才能進出 卻被車主反控 不得移動私人財產 海城三度跟監管處反映都無效 今年8月初接獲人民陳情後 立即喊請大樓管委會 1條例第36條 規定善禁管委會管理維護職責 並通知相關住戶改善 因為大樓屬於私人財產 監管處貨報也只能加強勸導 不過當時大樓主委說已經在協調 那目前已經有做初步的處理 那三角追的部分是我們 官委會先暫時先停放的 管委會應該要有那個 執行的力量去規定那個機車 不要亂停 由於男子這棟大樓有28年屋齡 多達263戶 機車格長期不足 只好停在公共區 導致其他住戶不變 鄰居還是得互相體諒 透過管委會溝通決議 三列新聞許氏亭吳慧山 告訴我們 到達了